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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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泰国的环境跟台湾不太一样 很热 然后气候比较干 然后再来就是点跟点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所以我们在约时间的时候 我们中间其实我们都要算很长的一个车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间其实排得很紧 所以呢 会不会很累 然后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啊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伙伴他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只要是眼睛一睁开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沟通一直在沟通一直在沟通 所以嘴巴都没有停下来 那在每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跟伙伴说 哎 蜂蜜你吃了没 还没啊 然后我们就赶快提醒彼此来开始吃蜂蜜 那我们蜂蜜真的非常棒 那我当初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我妈妈她送了一大箱的产品到 我当时在台北一间顾问公司服务 那因为我们是专案制的 所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那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生病还有感冒 然后我妈妈她就跟我讲说 哎呀你就是太需要 你体力耗损太大了 你一定要吃这个东西来增强 那个让你有体力有power 然后你就不要不会生病这样子 那当时我妈妈一口气就买了四盒的蜂蜜 那因为当时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就是一次要买四件会 才可以享有最优惠的价格 所以我妈妈她买了20条的牙膏寄到台北给我 四瓶的洗发精跟润丝精 然后还有什么四瓶的沐浴乳 然后牙刷就是一盒 因为牙刷一旦一件就不用传到那么多 还要护手霜 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产品 那大家想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你蜂蜜你就喝 你想到的时候就喝 我说什么时候要喝呢 要喝多少次 我妈妈没有跟我讲很清楚 她说反正你喝就对了 我不怕你喝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想到 我只要是觉得很累的时候 我就拆一包喝 然后就打电脑 又觉得好累好累哦 我又喝 所以我一天的coda是喝六包 然后呢我都没有喝水 因为我很怕一直跑去上厕所 所以啊我喝完之后 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 你到底拿什么东西给我吃 真的害我整个嘴巴都是破好几个洞 因为火气很大 那这个表示什么东西 我妈妈没有进入系统 她不够了解产品 她只知道这个东西很好 然后她吃的时候觉得 对她来说非常的棒 她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她的女儿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蜂蜜我们喝水 一定要大量喝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要喝水 那像我们在吃我们的保健 我们不管我们里面的保健食品 或者是食品 其实我们都要搭配水 来让我们身体又好好的去做吸收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大家以后如果要去分享蜂蜜给身边的人 记得一定要跟她讲说 我们喝蜂蜜的时候 请大家搭配水来做使用 那再来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 我们点跟点之间的距离 其实蛮远的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时间如果到的话 我们都会吃饭 但是有时候如果上一个场次讲得太开心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进食 所以我非常贴心带了古物饮给我们 就是带在身边 因为我伙伴开车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说 等一下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 那等一下都没有吃东西怎么办 那我就会告诉她说 那我来泡古物饮给你吃 其实古物饮真的很棒 因为它热量第一个很低 然后它可以补充我们很多 我们里面有非常棒的高蛋白的成分 那素食者也可以吃 因为我伙伴吃素 所以我就在车上 我就是直接可以在车上 就是泡给他喝 怎么泡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撕开 公司真的设计非常的贴心 像这样子的话 平平的桌子就可以放着 那我只要把它撕开 然后倒入大概一半的水 那我会把它 这样子对折 之后再对折 摇一摇 然后边聊天就边摇 然后呢 接下来我看一下它摇的状况 如果它有 像 因为我们里面是古物粉嘛 它有时候它会结成块的状况 我就会再给它搓一搓 再加水 再摇一摇 伙伴马上就可以吃 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吃东西 那其实非常的伤味 那所以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补充我跟伙伴之间的体 我们的体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 泰国其实气候比较干一点 然后又很热 那我们一上车的话 其实冷气我们就直接会往脸上吹 这时候脸会干对不对 可是我做的是刚刚我们的李宝蜜玫瑰大师 有提到我们是 我们卖的是 Kerma B&H制造的产品 Beautiful and health 我们是美丽又要健康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皮肤很干的话 看起来一点都不美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玫瑰喷雾 那我就会在 我们一上车的时候 我就会跟伙伴彼此补充一下 拍一拍一点 我们脸部就会马上有帮他做保养跟滋润这样子 那到了我们到了跟伙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通常我们就是先认识彼此 因为很多伙伴有些是我第一次见面 然后有些是第二次见面了 那在聊天的过程聊聊聊 我想要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爱多美产品 这时候我们在透过聊天的过程 嘴巴聊着 因为我讲中文 我去那边讲中文 那伙伴他就是帮我做泰文的翻译 那这时候我就聊聊聊的时候 当伙伴在讲讲很长一串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的花装包打开 然后我就来擦一下我的手 这个时候伙伴会看到什么 他就会看到我在做一个动作 那他就会看我在拿什么东西 他就是不要看到我 跟我对上眼睛 他只要跟我对上眼睛 我就一人挤一个 跟他讲说 就是这样要擦手 然后我们的护手商 我就会告诉他 你闻一闻这个味道好不好 很棒对不对 那这一条在台 因为我没有办法记得 泰国当地的价格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条台币120块而已 然后像以前我们在买户手商 如果是像百货公司的话 一条都要300 500甚至600甚至更多 差不多的容量 那你闻一下这个味道非常好闻 就是我们有四种的味道 玫瑰 柠檬 还有什么 樱树花 还有呢 乳木果油 我们就有四种口味 然后任君挑选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闻一下 还有手部的滋润 那其实大部分的家庭主妇 都要做家事 所以我们指甲跟指甲的边缘会干干的 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有一个伙伴 他是做美甲的 然后他修指甲 主要就是修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如果干干的很容易 我有死皮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几下你这边稍微再加强搓一下 你这边会变得非常的嫩哦 然后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会很开心 就跟另外一伙伴说 这个多少钱 他也想要订来用用看 不小心我们的户手上 就把它分享出去了 那再来 就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有好气色对不对 那好气色其实 我觉得女生啊 如果化妆的话 最明显的就是口红 然后我非常喜欢 分享我们爱多美的口红 为什么 因为我平常只要 我擦在我的脸上 只要有人问 我就有机会 开口跟她讲 诶 你有听过爱多美吗 这是我们家的口红 那我们的口红 总共有几种颜色 十种颜色对不对 那十种颜色 我十种颜色 当这十种颜色 都上市的时候 我就全部都给它买下来 然后我会依照 我今天的穿着跟搭配 做不一样的颜色搭配 那如果我今天要上台呢 我就会想要 把这个颜色弄得深一点 或者是看起来精神一点 亮丽一点 可是如果今天 我跟朋友到户外呢 我可能就会选择 402 403 或者413 这样子的纯色 比较自然色一点 那像以今天来说 因为现场 是不是有广大的爱多美 优秀的精英伙伴 那我相信现场很多人 都有使用爱多美的口红 但我不想要跟大家撞唇 什么叫撞唇 我们穿一样衣服 是不是就叫撞衫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擦408 然后我又看到 这位伙伴他也擦408 那我们就是撞唇 我们就用一样的颜色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做混搭 那以今天我在 我今天使用的唇妆来说 我是用413 我用413把我整个嘴唇的 唇形都把它涂满 涂满之后呢 我用唇笔 用432 就是比较深的这样子一个 丝绒玫瑰的 玫瑰丝绒这样子的颜色 用在嘴巴的内侧做点缀 所以我的嘴唇 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一个渐层感 那伙伴一看到的 我稍微涂一下之后 我稍微抿一抿 让它边边稍微有一点均衡一下 不会那个线看起来太明显 那这个时候啊 我不管跟任何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我都不会跟人家撞唇 然后同时啊 同时伙伴会很好奇说 你今天擦什么样子的口红 那我一次就可以推两支口红了 所以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我也在做生意 那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优秀的伙伴 一定要进入系统 所以我在高雄研讨会的时候 有时候跟其他螃蟹伙伴啊 现场很多一起参加 课程的伙伴 在聊天的时候 人家就会问我说 诶 姿安你今天的唇色 是有哪一支唇膏 那很多时候我在无形之中 都帮螃蟹伙伴 推了很多口红 这样子棒不棒 然后透过自己使用 然后可以影响身边的朋友 那我觉得 我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影响伙伴 告诉他说 诶 唇膏真的很重要 然后透过你自己使用 人家就会马上有感觉 他说诶 你的唇色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他就会想要买来用用看 这个时候啊 不小心唇膏又分享出去了 那再来 因为我们其实 应该是说 我从念书的时期 从我大学的时候 当我很努力 开始想要认真念书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开始我甘苦人的人生 什么叫甘苦人呢 就是你开始很认真 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有些人以我来说 我是工作狂 然后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在工作上面 那 所以啊 我 早上很早起来 晚上很晚睡觉 因为我会去想一下 整理一下 有些事情 哪些东西还没有做好 这时候我工作的时间 是不是很长 那这个时候啊 我的甘是不是 他可能会哭泣 然后像现在台湾来说 我们是很 有广大的 劳工朋友 其实大家的 大家都是甘苦人 因为我们工作 要烧甘卖甘 那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产品 就是我们的阳剂 那其实如果我们晚睡觉的时候 我们火气容易忘 对不对 肝火会忘 然后像我们 然后我们口气会比较不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精神压力 会比较紧绷一点 那所以像我们每天啊 只要早上的时候 我都会问一下 我的伙伴说 诶 诺尼 我们的 你吃阳剂了吗 没有吃 然后就喂他两颗 然后这时候 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在 这几天的行程 大家想一下 我伙伴他吃了阳剂之后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饱 他马上就跟我讲说 这样我回台湾 一定要买阳剂来吃 特别是我们的阳剂 有一件 我们阳剂整颗 都是素食的 因为我们里面是 阳剂的成分 那外面的那个包膜的话 也是植物性的原料 所以素食者可以吃 那其实以我 我们家来说 我的母亲 她就是素食者 那很多的保健食品啊 像鱼油啊 之类的产品 她没有办法摄取的话 我就会鼓励她 吃我们的阳剂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保健我们家人的健康 然后更棒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阳剂是有机认证 所以这样子我们阳剂 我们的阳剂就是 它其实在南投的埔里生长 然后它有非常充足的阳光 然后有机的土壤 还有干净的水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生长 我们的阳剂的食品 是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的棒 那另外还有除了阳剂 这样子 接下来除了阳剂之外 还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螺旋枣 那螺旋枣 是怎么样的产品 它其实是有非常棒的蛋白质 那以素食者来说 或者是我们平常三餐在外 其实我们是高油高盐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摄取的食品 其实不是那么的健康 然后甚至我们吸收到的蛋白质 都不是健康的蛋白质 那这个时候啊 我就会跟我妈妈说 螺旋枣真的要吃 而且你吃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漂亮 然后这个两个产品 就变成我们每天固定要摄取的产品 然后另外因为我伙伴不能吃鱼泳 但是我可以吃 鱼油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多重要 其实我从小就是我妈妈都会给我吃鱼油 那为什么要妈妈会给我吃鱼油呢 因为鱼油这个东西就是Omega 3 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脑部 血液 然后还有眼睛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的 其实我现在讲的不是我们的爱多美鱼油 我是讲说大家可以上网搜寻鱼油 然后好处 然后搜寻之后就大家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医学的一些报告告诉我们 第一个对于怀孕的孕妇 她在吃鱼油的话 她可以帮助小宝宝她造脑 因为Omega 3这个成分 可以帮助小宝宝她造脑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成长期的小朋友 还有那个学生 然后对于我们的记忆性这个部分都有非常棒的帮助 那鱼油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呢 其实它对我们的脑部有一个地方叫做海马回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我们工商时代 其实大家非常繁忙 然后我们其实用脑的程度 我们脑部的耗损非常大 所以大家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上说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因为我已经忘记我刚刚要讲什么了 那这表示什么 我们吸引力在衰退 那我们要透过补充我们的Omega 3 去保健我们的脑部 那另外就是其实它对我们海马回 这个部分我们脑部有一个地方叫海马回 也非常的棒 为什么 因为海马回这个部分 它其实它管理的是我们的情绪 所以当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也要吃鱼油 透过鱼油来舒缓我们的精神压力 还有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我们的肌肉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平常必须要 那个使用的一个产品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 回家就是要卸妆洗脸 那卸妆洗脸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这个我们保健我们的清洁式建筑 真的是我们的保养品里面最棒的最基础的产品 那像这次我去到泰国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伙伴其实一开始都会问 我们的保养品有哪些 可是我都会希望他们先使用清洁式建筑 为什么 然后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为什么会接触到清洁式建筑 那早在我刚加入爱多美没多久 那我被我妈妈骗来成功学院之后 在偶然的一个机会 接触到这个产品 因为上线就跟我讲说 资安赶快来使用一下我们的保养品 因为大家都在DIY 应该今天晚上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那没有办法 我想说一瓶255 这个东西可以用吗 但是因为大家都在用 你如果马上把这句话丢出来 其实又很没有礼貌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用了 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去卸完妆之后 我发现我皮肤好像变干净了 然后再来洗完脸之后 我觉得那个味道好棒 而且我脸不会紧绷 而且有很保水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 芙蓉饭店里面的浴室里面的镜子 我发现我好像变漂亮了 脸突然间又亮一度 那一直到我又用了去角质凝胶之后 我发现真的 整张脸变亮了 而且皮肤变细致了 然后我就不小心在厕所 多待了好一下 仔细看一下自己的脸 隔天 当然我们之后 我还有用我们的 肌肤保养六件组 使用完隔天之后 我到 我们隔天早上一进到会场 我旁边的伙伴 两个男生 就一直看着我 我自己带去的伙伴 然后我就被看得 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没有讲话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昨天有做脸 然后他们两个一口同声说 我们知道 然后在当下那一刻我就发现 真的耶 连平常我有没有化妆 我都分不出来的伙伴 他竟然有发现我脸 变不一样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给爱多美的产品 一个掌声 所以从那一刻之后 我就开始使用爱多美的清洁用品 还有我们的肌肤保养的产品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买别家 甚至我跟我姐姐去韩国 shopping的时候 姐姐都问我说 你这个东西要不要买 这个东西要不要买 我都跟他们说 不需要 因为我已经有什么 我已经有爱多美的产品 那么便宜 那么好用 当我用的时候 我把我的感觉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 这个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 也会跟我一起使用这些产品 那我们的 像我们的洗面乳 以现在来说 只要用过的 我身边的朋友 只要用过的 特别是男生 他一定会再回购 因为我们的洗面乳 它是氨基酸洗面乳 它里面有非常棒的保湿因子 那我们在透过洗脸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泡泡打出来 我们泡泡打得越细致 越绵密 我们的氨基酸释放得越多 然后我们再用这些泡泡来洗脸 在按摩的过程 你会觉得那感觉很棒 甚至你当你一冲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脸非常的干净 而且不会紧绷 那我使用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突然间问我姐说 你不觉得我们爱多美的洗面乳 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吗 那我姐姐就很不疑问 跟我讲说 我知道啊 不是跟SKX很像吗 然后我说对 那之后呢 透过我上课进入系统了解 许多的美容师的伙伴 就跟我们分享 在课程过程当中分享到说 其实我们的洗面乳 它就是氨基酸洗面乳 然后跟某一些品牌一样 但是我发现 SKX一条一千以上 我已经忘记多少钱 因为太久没有买了 一千以上的价格 但是爱多美一条多少钱 二五五而已 那我一条可以抵多条 我存下来的钱 我可以去买衣服 我可以去买包包 或者是把我自己弄得更漂亮 我可以再去追求卓越 你知道吗 所以爱多美先用到就先省钱了 然后我们把存下来的钱 去追求卓越 所谓追求卓越 去把这些钱 放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那再来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 我们刚刚讲的财专的部分 我留点跳掉 那我接下来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去角植凝胶 那去角植凝胶也很棒 因为台湾跟泰国的气候有 我觉得其实台湾好像 比泰国还要热的感觉 这几天真的非常热 对不对 那像我们回家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晒过太阳 有时候脸会晒红或者是晒伤 那其实我们冰箱里面 非常适合冰一条 去角植凝胶来 帮我们皮肤去做 镇定舒缓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去角植凝胶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建议一个礼拜 使用一次到两次 那如果你脸部有晒伤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把冰箱里面的 去角植凝胶拿出来敷脸 我们后敷用大概50元硬币的厚度 后敷在脸上 但是不要搓 因为你搓的话就变成是去角植 那我们直接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你的脸非常的保湿 那另外啊 如果我要去参加一个 我很重视的一个会议 或者是说聚会 我可能会在 我要出门前 化妆前的15分钟 做刚刚那个动作 因为其实如果现场有伙伴有在关心 现在流行的彩妆大师 他们在怎么样帮他上彩妆的时候啊 其实他们很多彩妆师 他们会在要上妆 帮他的客户上妆之前 他先帮他敷保湿面膜 大概敷5到10分钟左右的保湿面膜 他在做上妆的话 他整张脸的彩妆会非常的服贴 非常的自然 而且可以维持一整天 所以我们的去角凝脂凝胶 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千万记得 不是要叫你从你敷上去之后 大概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不管他有没有化成水 你直接把它洗掉 你的脸部就会有非常保水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粉饼的部分 那以我今天来说 我今天就是擦了BB刷 然后还有我们的AA粉饼 我就直接出来见人了 我们BB霜非常的棒 我们像如果 因为我们爱多美就是网购嘛 而且相信现场很多伙伴 非常认真的伙伴 都会上网去搜寻其他伙伴 他的使用产品的方式 那像我们BB霜来说 我们北部也有一个彩妆师 推荐使用 因为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BB霜可以校正肤色 然后你涂上去之后呢 你的脸部会变得非常的 你的脸部的妆 应该说我们的底妆 会变得非常的自然 那再来就是AA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A的保湿粉饼 那今天我就是直接是使用 AA保湿粉饼 那我们AA保湿粉饼 它遮瑕力非常的棒 那如果说我们脸上有斑的伙伴 可以选择深色的 比较深色的那一块粉饼 那如果你是喜欢白亮的话 你就选择浅色的粉饼 那以我来说 我是使用浅色的粉饼 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 因为我开车的伙伴 一定会发现你左边的颧骨这边 通常都会有一块斑 因为晒太阳的关系 太阳直接从这边过来 然后我们晒的话 其实很多开车的朋友 这边都会有一块斑 那这时候就要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用我们的深色的 那一款的AA 然后来稍微做拍打 去帮我们的脸部去 的那个斑 稍微去做遮瑕 那我们的保养品 有些人会说 我觉得你们的保湿粉饼 很像没有很好用 就是整个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 不好意思亲爱的姐姐 你使用的方法不对了 因为我们的粉饼 它是要用拍打的 那我建议大家 以我自己使用的方式 我就是BB霜上完之后 我会用我们的AA粉饼 它先用沾一些 先把整张脸涂均匀之后 我再去上第二次 那用拍打的方式去做上妆 你整张脸会非常的服贴 那最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 我底妆上完之后 有一些人他可能在上彩妆的过程 他不习惯脸上是湿湿的感觉 他就会 我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用 我们的矿物粉饼去做加强 做定妆这样子的效果 一样都是用轻拍的 那我们上完矿物粉饼之后 我会使用我们的爱多美的眼影 来做搭配做使用 那我们的眼影是比较属于自然色 那我们的眼影的部分 你可以用有大地色跟粉色系去做搭配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的眼影部分 它也可以透过颜色的不一样 去增加我们眼睛深邃这样子的效果 那怎么样子使用 其实我们官网上面 有建议使用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睫毛膏 我们睫毛膏的部分啊 很多人他在使用睫毛膏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 很像睫毛膏全部都一样 但其实我觉得爱多美的睫毛膏 非常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 里面有非常棒的一些保养因子在里面 包括帮助我们睫毛 珍藏的肉豆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样子一个成分 然后还有它可以让我们的睫毛 非常的柔软 如果用过他牌的睫毛膏 你会发现到你使用完它干掉之后 你剥剥你的睫毛 你会发现它是硬的 结块的 然后甚至在下午的时候 它本来本来是夹得翘翘的 它会变成垂的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再用睫毛夹 把它夹上去的时候 通常会变成这样的形状 非常的不电眼 那爱多美的不一样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上上去的质地 是会像丝肉般 像羽毛般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啊 我有一些伙伴说 哎 知道你的睫毛 很像今天有一点垂耶 那我会告诉他 其实是因为它掉了 那你等我一下 那我就会稍微把眼睛剥一下 非常优雅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稍微给它剥一下 它就会立体又站起来 这是我们可爱的睫毛膏 那再来就是 如果我刚刚有谈到口红的部分 那如果有在上唇妆的伙伴 真的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上唇妆 嘴唇容易干 那容易干的时候 嘴唇的唇纹就会深 那一段时间你没有去保养它 它的皱纹会越来越深 看起来就很像五六十岁的嘴唇 那所以我在上口红之前 我一定会用我们爱多美的唇膏 出户唇膏来去做厚涂 那在使用前 因为我们有时候嘴巴会有那种角质的部分 那有一些人早上上完妆 下午的时候你嘴唇就会有一块一块 甚至白白的这样子看起来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先在上彩妆之前 我会先上厚厚的一个护唇膏 然后等到我整个底妆上完都化好 我要化唇膏的时候 我会用我们的温和卸妆水 敷一下再把它去角质 把整个我们护唇膏全部都去掉 去掉之后你会发现 你嘴唇上面的角质也会被去掉 然后你嘴唇会呈现非常干净的质地 那再来我再用我们的护唇膏 轻轻的薄薄的涂上去之后 我再来上唇彩 那你整个唇妆就可以维持非常棒的一个持久度 还有它的显色度 整个效果会非常的棒 那整个艾多美在我这个旅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发生一些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包括像我们的艾多美的产品 其实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以我自己的背景来说我不是美容师 我也不是营养师 所以你要叫我讲那些可能理论基础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可以透过系统来学习这些东西 因为我在艾多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伙伴 有非常棒的营养师 非常棒的美容师 透过他们的专业 他们在舞台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产品到底有多好多棒 我来这边如果学习 我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消费者 为什么我们变成非常棒的消费者 因为其实我们生活 就是在买这些东西 用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用这些东西是为什么 我们要健康 我们要漂亮 还有帮助我们家人健康又漂亮 对不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只要来学习怎么样子用好产品 我就去好好的把产品用好 我朋友就看到我的改变之后 他也会好奇 或者是透过我们在聊天的过程 他也会想要去了解 那只要进入系统 我就可以把这个 我身边的艾多美产品 分享给身边的人 那包括我在泰国这一段旅程当中 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有一个泰国的伙伴 他的儿子 他跑来跟他的姑姑说 姑姑 对 阿姨 他跟他的阿姨说 哎 阿姨 我跟你说 我去学校 当然他讲的是泰文 他说 哎 我去泰国 我在学校的时候 也有分享艾多美 我说 哇 真的 太棒了 那么小的年纪 就帮我分享艾多美 那我们就问他说 哎 你怎么样分享艾多美的 那他就跟他讲说 我跟我朋友说 艾多美的牙膏 甜甜的 而且它是天然的风胶 刷一刷嘴巴不会臭 然后里面有放绿茶 真的很好用 你要不要叫你妈妈也一起买 哎 是不是超棒的 那我们在经营事业的过程当中 我有去跟小朋友分享吗 没有 只是我们把产品 带给这个伙伴 他去做使用 但是我们还透过 我们不断分享的过程 小朋友耳濡目染 不小心就帮我们把事业分享出去 我觉得这就是艾多美 很多朋友还在跟我讲说 你们的 请你告诉我制度 请你跟我讲说 你们最顶尖的产品 不好意思 我觉得现场所有的产品 都是非常棒的产品 那在这个旅程结束之后啊 因为我吃了非常多的泰国菜 然后我也带了很多公斤回来 然后呢 我就跟我妈妈说 那我母亲节 因为上周是母亲节对不对 那母亲节的时候 我煮泰国菜给你们吃 但因为我厨艺不佳 所以呢 我妈妈对我要求不高 可是那时候我就开始 把我的艾多美的锅子翻出来 然后我在做菜的过程 我就可以拍对不对 然后我拍下来我会干嘛 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 分享给我泰国的朋友 然后我姐姐在旁边看的时候 她就说 那锅子怎么用啊 这时候我边煮菜 我就会开始跟她介绍我们 三一六不锈钢锅 它到底有多棒 抗腐蚀耐酸碱 而且我就会开始跟她讲说 诶你啊 如果 像如果锅子啊 你不小心烧 我们好的锅子 任何一个不锈钢锅 你不可以用大火 你大火容易把它烧坏 那可是艾多美的锅子 音乐实在太好了 它烧坏 它如果烧到黑掉的话 没关系 你水加进去 刷一刷之后 它马上就是一个 很漂亮很干净的锅子 现场示范给姐姐看 姐姐会不会做 那以后她就可以帮忙做菜了 对不对 然后顺便啊 姐姐又有很多朋友 她也可以帮我分享 艾多美的锅子 对不对 所以艾多美其实就在生活里 我想跟大家 我想 因为我觉得艾多美的伙伴 真的很窩心 很贴心 每一次不管是 在台上 我觉得我自己表现得 不管怎样 我下台之后 很多伙伴都会告诉我 诶你表现得很好很棒 可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认真 使用产品 你绝对会有心得 你只要认真 使用产品 每一位 现场的伙伴 都可以变成 艾多美最棒的产品讲师 然后透过我们 这样子的过程 一样 我们都可以在 艾多美 艾多美里面 获得美丽 还有健康 透过我们的分享 你会更增加一个东西 叫做财富 所以现场伙伴 我们一定要回家 好好地认真使用产品 希望现场各位 以后我们都可以 在艾多美 获得这三样 可爱的宝贝 谢谢各位